轻轻挥手间 背影一走远 带走我的思念 碎碎又念念 青山里两旁 白云为旁 拖动我的心血 一遍又一遍 遇上你是我的缘 不容处谁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有了日月星辰为我别 你只是我的缘 不容处谁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不容处谁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有了日月星辰为我别 爱上你是我的脸 风风雨雨我们手向前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天涯海角想把到永远 爱上你是我的缘 不容处谁我也难遮面 跟着你只是我的缘 有了日月星辰为我别 老家花 有什么话可以说了 难道庄主还不知道老家花要说什么 当然知道 老家花的心意 林总管已经告知在下 如今只是想听听老家花的说法 是否言之成理 那既然如此 老家花就放肆了 但说无妨 当初庄主不惜暴露自己身份 要借助老家花之力 当时你拒绝了 只是说有难言之隐 老家花的难言之隐 其实说穿了 就是不忍见天下苍生多受战火之苦罢了 这点我明白 老家花连自身的国仇家恨都不报了 又怎么会助我这外邦一族前来征战呢 这就是老家花一心要劝庄主放弃禁军中原计划的原因 不过 在下仍是那疑问 庄主请问 同是领军作战 同是争夺天下 何以老家花会赞同那李世民而独劝在下呢 关于这点 老家花仍是像对林总管一样 只有一打 哦 中原动乱 百姓号称异军接干起义 一旦庄主出兵 那就是外邦侵略 天下百姓势必因此而抗争愈强 死伤也愈烈 老家花欠庄主修兵 也正是不忍见到这一点 如此说来 岂非对在下不公 同仇敌忾 敌于外务 早已根植中原百姓人心 无所谓公与不公 严格说来 庄主为图扩增版图 而禁军中原 使百姓饱受战乱之苦 对百姓而言 岂非更是不公 庄主以为如何 这 老家花明知未能劝得动庄主 却仍不能不冒险一事 尚请庄主以天下苍生为念 早已除去兴兵范境之心 也好为新罗百姓多积福德啊 老家花这番话 无非是因中原上有一个仁义贤民的李世民 然而那李世民 是否会成为一统天下的大唐君主尚未可知 老家花又胭脂不会让百姓更加受苦 庄主何须自欺欺人 那李世民能耐如何 庄主早已知晓 有他在 大唐何愁不得天下 以他之能 一代李渊百年之后 唐氏大权岂会不尽规他手 以他之仁德 天下百姓势必同原则 由李世民而开 大唐盛世 几乎指日可待 庄主又何须再为中原平天辩术 徒增杀伐呢 老家花严静于此 庄主仁厚自然静退有据 不容老家花智慧 老家花果然言之成礼 不过在下也不得不另有考量 是战是和 是尽是止 尚在未定之天 且容在下思虑再三 此时若要结论 只怕要让你失望 老家花也不敢奢求庄主立即依言修兵 庄主一旦肯多加斟酌 也是天下苍生之福 老家花先在此谢过 不 这一礼在下可受不得 老家花既然有心返乡祭祖 在下也不便久留 尽管请便 多谢庄主 还请庄主以仁厚之心 谋万民之福 老家花告退了 请便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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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陛下还在为老佳花说的话烦恼 你知道他都说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可是猜得到 冰儿曾听家父提过 老佳花似乎一心一意 想劝阻进兵中原之事 今日避开众人 与陛下私下商谈 除了这件事 应该不会再有别的呢 连你也知道 你可知道我如何决定吗 冰儿不知道 只怕天下除了陛下 谁也猜不透 问题在于 连我自己都不知道 究竟怎么样做才是对的 冰儿以为陛下自会解决 此话怎讲 陛下乃是一国之君 所下决定影响甚大 故而每一举动 均面临天人交战的局面 战也在陛下 何也在陛下 其实根本与他人无关 一旦陛下 在心中战胜了自己 局面顿时明朗 无论陛下所下决定如何 都不会错 只是在这天人交战的过程中 陛下所承受的压力 实在比任何人都多都大 这一点 果然是陛下最为难的一点 却也正是陛下 异于常人之处 冰儿 你 冰儿多言了 陛下恕罪 不 你说的没有错 你 你是怎么看清这一点的 或许陛下关心的 是全民局势 而冰儿关心的 只是陛下一人而已 你 冰儿告退 前六 陛下 你将各地钱庄传报 有关天下态势的讯息 整理的可有眉目 回陛下 已有梗概了 嗯 前六 你写分析报告 让陛下知晓 是 陛下已知 李渊定都长安 国号大唐 东都以王世冲为首 也将原力之岳王铜逼腿 自立为帝 国号正 如今天下群雄 莫不以此二人为主 各领半壁江山 今日中原天下 已归唐正两家 哦 他们发展的倒是颇为快速啊 陛下 天下纷乱已久 百姓祈求安定 自然乐见天下一统 嗯 并囤各方势力 也数当然 可见 时机不在 不能再等了 哦 将国之义是 陛下 倘若任其发展 不出两三年 这中原 可能已是大唐天下 届时 陛下进兵中原 为时晚矣 因此 依老臣之见 还是应该 尽快地把李世民除掉 为什么 大唐天下 原来就是他一手打下 虽然说 他暂时不会登基称帝 但是对大唐而言 他仍是擒天之柱 同时 更是天下群雄逐一归顺的主要原因 倘若此时李世民一死 大唐必乱 而唐正之争 也势必因而延长 陛下也才有充裕时间进兵中原 如此 一举数得 陛下何乐而不为呢 陛下 兵儿愿请命 前去刺杀李世民 不 那李世民既然是众望所归 将他刺杀 岂不可惜 陛下 就因为他胜得民心 所以才留他不得 不 倘若他日他是本王劲敌 将他刺杀 岂被圣之不武 陛下 两国交战 军国大事 重过道义 重过情理 不 我问不赞同 陛下 请陛下以国事为重 你 也罢 不过兵儿要杀他 随时都可以下手 不如多两天观察的时间 这样吧 此时战不定岸 待观察之后再议 是 好 平先生可计大功一件 臣无功可计 殿下明鉴 谁说平先生无功 若非平先生推荐宝举 李静怎会归我大堂 此判征战 连战皆解 论起战功 谁不推崇先锋李静 依此推论 平先生岂不是大功一件 哦 原来如此 那平通就厚颜俱功了 李静 先锋一职 你不入所托 论功行赏 本王已请旨父王 封你将军之旨 告命不日可到 臣 多谢殿下 老弟 有你的 这将军之旨不比一般 老哥哥我不知道熬了多久 才熬到这个将军 谁知道你一出张 几场硬仗 就封了将军 你可是见不得太好 心中不服吧 胡说 胡说 我御史公对真本事的英雄 一向佩服 尤其是李静贤弟 那真是明治实归 我只有祝贺 绝不吃味 那就好 恭喜李将军 多谢二位将军 李静初来乍到 还望二位将军多多提携 不敢 不过平先生鞠躬不少 你还要多多致谢才是 是的 李静蒙平尖大力推荐 乃有今日 再次致谢 不敢 不敢 平通乃值得所在 尽力而为 文臣武将缺一不可 本王有诸位相辅 何愁不能为我大唐 再立战功 再建功勋 殿下英明 小姐 公子正在里头呢 秘服 公子 公子 你这是 公子 小姐这是 小姐这是喜极而泣啊 恭喜公子打胜仗回来 珠儿 多谢你了 恭喜小姐 贺喜小姐 恭喜我 珠儿 恭喜我什么 是小姐您自己说的呀 等李公子立下战功回来之后 就答应嫁给她 如今李公子不但立下战功 而且马上要被封为将军 珠儿当然要恭喜小姐了 珠儿 你 哎 东夫 珠儿说的没错 怎么样 如今 你该兑现诺言 嫁给我了吧 不急 公子 还有件事先去办妥 什么事 公子忘了平姑娘 就是那个平小彤 嗯 哎 咱们俩成亲 跟她有什么关系啊 当然有关系了 总之 公子先去见见她 不见 我不见 哎 公子 洪福 你把我李静看成什么样人了 我 你我相知相识 于患难之中 若非你夜奔事景 小以大义 李静 早就逞皮肤之用 命葬在杨素之手 李静要投民主 你不辞艰辛 往来奔波 你娇柔缠络之身 陪着李静颠沛流离 途中 为了确保李静性命 你不惜尾声视敌 为了确认投奔是人 你不惜抛头露面 凡此种种 无不点滴让李静鸣刻在心 如今 我终于寻得了民主 立下了战功 原以为可以异常素佑 从此和你 琴瑟和鸣 相威相互 谁知道 你又从中冒出了什么平姑娘 平姑娘又如何 难道她能够抹杀 你我经历波折 所建立起来的情感 难道她能够代替 洪福你对我的知遇之恩吗 公子一片真心 洪福心中明白 只是 见得平小童一面 并不代表忘去了往日的恩情 没见心意一定 这一面 又何苦要见呢 平姑娘 对你一片痴心 同时又多方协助 关怀备至 你出征以后 她夜夜对天坟相助导 为你祈福 单凭这份心意 你终应该去见她一见 不 越是如此 越不该见 公子 洪福 我离经一片真情全在你身上 半点也容不得他人 那平姑娘若只是一般的朋友 见见也还无妨 可是如今既然知道她另有所想 还要去见她 这岂不是自寻烦恼 自无误人吗 公子如果心中真的只有洪福一人 那与她见上一面又有何不可呢 这 我已经代邀她在院中与你相见 有什么话 你们可以当面说明白 公子 也可将心中想法 对她说清楚 也好让她不要这么一物再物 公子如果再推脱下去 岂不反而显得心中有愧 不敢面对 那 让你这么说 我是非去不可了 嗯 那好 我去去就来 小姐 你这不是自找麻烦吗 明知道那个平小童不安好心 你还偏偏逼着李公子去见她 倘若他们真的 那 那小姐 岂不是自断幸福 你年纪还小 很多事 你是不能理解的 猪儿才不要理解什么呢 只要真的喜欢一个人 别的什么都不要管 否则难过的一定是自己 我又怎么会不明白 这个道理呢 那 小姐 好了 别说了 我自己知道 平姑娘 李公子 平姑娘 酒后了 不 不会 恭喜李公子 立功归来 多谢平姑娘 听洪福说 自在下出征以后 平姑娘常在院中焚香住的 为在下祈福 是 我是在为李公子求平安 是 是洪福姑娘说的 不错 洪福姑娘人很好 她的确很好 在下与她早已定下婚约 近日就要成婚了 我知道 姑娘既然知道 就该明白在下只有辜负姑娘的一片好意 不 平姑娘 在下 之所以主动言明 就是不愿引起姑娘的误会 平姑娘 有何苦呢 我知道公子 和洪福姑娘的感情深厚 而且即将完婚 可是 如何 小童 小童并不想做名为之争 姑娘 你又何必如此 委屈自己呢 小童心里很清楚 公子 英雄干事 小童已经养牧已久 并不觉得委屈 平姑娘 看来在下 也只有再辜负姑娘了 公子 平姑娘或许早已知道 李静与洪福之间感情颇深 却不知道李静的心中 我根本就无法容下他人 平姑娘看重在下 在下敏感五内 只是感情一事 的确不同一般事物 你竟心中 既然已经有了洪福 就永远只有洪福一人 姑娘可明白 小童明白了 既然如此 那 公子放心 既然今天公子已经把话说清 平小童 且会自甘下见 平姑娘 小童自知是福保无缘 惊鸿心中永远会为李公子 跟洪福姑娘祝福 也请公子不必担心 小童今后再也不会为此事 打搅公子 那 在下就告别 公子请 嗯 嗯 嗯 爹 小统 要不要爹帮你去请二爹家 不 爹 李公子一心放在红福身上 就算殿下出命四婚 只是会增加李公子的困扰 他绝对不会同意的 女儿又何必自取其辱呢 这 这是女儿命中注定 爹 您就不要再费心思了 小统 你且放宽心 爹另有办法 自然让那红福离开李靖 您看意下如何 他们俩情深意重 怎么可能分离 再说我 小统 你且听爹说 那张仲坚身份颇令人怀疑 爹正在派人四处查访 一旦查出他真有问题 那红福既是他的义妹 便也难逃其罪 到时 李靖既为与他成亲 自然不便反目 在稍过些时日 何愁那李靖不将那红福逐渐忘去 那时 女儿啊 您与李靖再请殿下赐婚 岂不顺水推舟 理所当然 爹 万万不可 爹并非有心献人入罪 公事公败 有什么不可以 爹 女儿很明白 李靖与红福之间的感情 就算因此而除去红福 女儿相信 他一生一世也忘不了红福 女儿嫁他又有何用 岂不是终身痛苦 这是否如此战且不论 就一步一步走走看吧 其他的 就看女儿你 命中是否与那李靖有缘了 据资料统计 四海钱庄在中原 一共有三百六十座分庄 所用资产总额无法估计 却绝不低于一国之福啊 没想到张仲坚的财富 竟如此庞大 不仅如此 各钱庄之间通信联络 极为迅速密切 半日之内便可传出消息 而后有点到面 不出三日便传遍天下 嗯 钱庄的生意往来 有所联系也属必要 但如此严密的通讯网路 又岂会是寻常 欺禀殿下 最严重的是 他们号称来自东来的阴霞山庄 但是辩查之下 并无此状啊 如此说来 他们的确是隐藏了 真正的身份 正是 臣先前揣测 他们的来历可疑 如今更证实了 他们的确大有问题 故而尽快坐鸣殿下 请殿下才是 没想到那张仲坚的实力 如此强大 身份有如此有力 实在是令人有些担心 可是到目前为止 他的所作所为 却又是有非敌 平先生的看法如何 臣一向谨慎 臣以为 此事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倘若他们真有问题 我们必须尽快查出 否则 日后那张仲坚 非但成为殿下最强有力的敌人 甚至眼前刚刚建立的大 大唐江山也将难报 请殿下 三思 这样吧 我再去看看他 请平先生立刻安排 即刻就去 要不要请秦将军他们 那倒不必 那殿下的安全 怎么 难道本王还比不过秦将军他们吗 再说 这太原乃是我秦王的侠弟 倘若在自己的地方都不能放心 那还谈什么 平定天下一统中文 是 臣立刻安排 那李靖果然是个人才 方才投校李世民 便以先锋之职屡立战功 本王没有看错的 陛下虽有世人之名 只可惜那李靖 毕竟还是为李世民所用 想来实在令人叹息 人各有志 要岂能奈何 将军就不必太过遗憾了 再说 天下人才何其之多 但是我心罗境内 便是人才极己 只要多费心思 何仇无人可用 将国不妨 多加研究网罗 老臣遵旨 启允陛下 有客求见 会是谁 是李世民率平通二人前来 可有陪伴武将 没有 连世卫都留在前庄门外 属下已将他们安排在厅中静候陛下 陛下 这正是天赐良机 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 除掉李世民 以解心头大患 兵儿 是 千万 本王早已说过不许动他 将国可是有意为之 老臣不敢 只是倘若 李世民一出 大唐命脉必断 这才是心罗最好的时机 请陛下明断 不 那李世民 若是有仿我之心 又岂会孤身前来 本王若是此时 趁机将他刺杀 日后岂不落个天下人笑名 相国 你可是要献本王于不义 这 老臣不敢 前六代路 是 庄主 二殿下 二殿下虽蒙大唐皇帝 封为秦王 然而在下并非贵国蜀民 不以大礼参见 还请二殿下恕罪 不敢 庄主身份尊贵 自有归属 是名岂敢建院 殿下此话怎讲 不瞒庄主 是名手下查得出 三百六十座四海钱庄 却查不出一霞山庄 若非庄主另有尊贵身份 实力怎能如此强大 身份却又如此隐秘 好说好说 没想到平先生 倒是花了不少精神 在在下身上了 平通身为人臣 礼当尽力 得罪之处 还望庄主修怪 各位齐主 在下岂敢责怪 倒是那一霞山庄 乃是在下隐居之所 并不与外界相通 故而知者不多 反倒是麻烦平先生了 不敢 平通能力有限 惭愧至极 平先生无需自责 若是庄主打算隐藏身份 别说是平先生 就算是天下 也无人能查得清楚 明白 殿下 如此说来 在下隐瞒身份 反倒是失礼之志 只是在下 时有难言之隐 请容在下保留一二 日后若有七元 定当向殿下 有所交代 庄主无需如此 在市民眼中 庄主坦荡豪迈 其实真实身份 反倒并非重要 景仰之余 若能得庄主为友 实乃市民之莫大荣幸 好 殿下果然豪气甘云 在下又何尝不是 对殿下的才具 气度多所仰慕 否则又怎会在太原 一筑粤鱼 倘若方便 在下还希望能够 多留些时日 也好与殿下 多多亲近 庄主说得好 既然太原是市民辖区 庄主若不嫌弃 爱待多久 悉听尊便 他若在太原境内 有一丝损伤 半点闪失 李市民自会 承担所有责任 有殿下这句话 胜过十万精兵 在下在太原 可就高枕无忧了 庄主尽管请便 市民求之不得 倘若能常向庄主请义 乃是市民之福 殿下少年得志 却老成持重 千充自义 温文有礼 只是封王而已 未免可惜 若依庄主之见呢 若问他人 则燕雀焰之鸿湖之质 若问在下 如何 殿下分明是九五之尊 一统天下的帝王身份 庄主有所不知 市民兄长建成 他是当今太子 国之储君 在下局外人 实在不便贸然智慧 不过据在下所知 所谓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 唯有德者得之 不知殿下 不知殿下 以为如何 市民何德何能 能获封秦王 乃是父王恩典上天垂怜 岂敢再有如此非分之想 可惜呀 可惜 庄主何出此言 大唐虽已立国 然而天下群雄 依然并存 尤其以那郑国王氏充 亦是勇兵自重 这未来中原天下 究竟属于唐里 抑或是郑王 上去捎待时日 倘若殿下已封为 秦王而自满 但未来如露天下 还真不知道 露死谁手呢 张庄主果非常人 不想竟对天下局势 如此了解 平先生也太过多心了 庄主钱庄生意 骗及天下 若是不明正局 又岂会长久致富呢 以庄主实力之强 莫非也有意 一盏宏图参与主路 既然天下谁属未定 庄主若果真如此 又有何不可呢 林总管 如此一来 殿下与庄主 岂不是要沙场相见 平先生莫要忘了 王世冲尚在 平先生怎知 结果必定如此呢 林总管 事可而止 莫让殿下误会在下 真有意要议争天下 是 庄主 非是市民骄狂 若要论天下对手 也只有庄主 才堪与市民匹敌 殿下太看得起张仲监了 在下不过是个生意人 岂敢有夺天之志啊 庄主也不必过谦 是敌是友 端看庄主作为如何 殿下 若真是他日沙场相见 你我为敌 殿下也将是在下最尊敬的敌人 这张仲监的确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殿下去看过他了 不错 怎么没带我去呢 我是去探望人家 又不是去打仗 玉石将军又何必跟去呢 不 殿下现在的身份不同 堂堂大堂的秦王 出门不能不注意安全 怎么可以没有人护驾呢 放心 有平先生跟着我 不是我把平先生看扁了 要是动动脑子 或许他比我有用多了 可是一旦要是动起手来的话 十个平先生也不见得是我的对手啊 在下哪有张军那么威武勇猛 只是殿下这次是有意不带二位去的 殿下 这又是为什么 那张仲监总共也不够五六个人 就算我只身前往那又何妨 再说我早就料定他们不会对我不利 要是带着你们去 反倒显出我们小家子气 又何必呢 不知殿下和那张仲监谈些什么 天下大事 自然私事无所不谈 哦 想必他有过人见解 否则殿下不会对他利益相看了 不错 我就不信 他有什么大不了的见解 依我看啊 他只不过是个满身同臭的商人罢了 不 玉石将军有所不知 那张仲监 不论是实力或个人的风法 都称得上是高人一党 此外 还有一件事情 一直会向殿下禀报 平先生 尽管说 平通对面相之学涉猎颇深 殿下和奥尉将军将必早已知道 不错 你说我跟秦二哥是一代名将材料 还说殿下根本就是帝王之相 玉石将军 是我不好 我的错 这件事情说好了不提 我以后绝对不提此事 平先生 请继续 平通多次观察那张仲监 竟然 如何 那张仲监竟然也有王者之风 帝王之命 平先生此话当真 的确不假 平通一直不说 只是怕增加殿下的心理压力 从平通搜集的资料来看 那张仲监的确有实力 逐鹿众原 故而 难怪你一直对他怀有戒心 原来这其中还有这么一层道理 秦将军 玉石将军 你等看法如何 面相学不可全信 但他张仲监既然有这等实力 就不可轻忽了 依我看 无论如何 只要他敢跟殿下争天下 就一定不能留他 玉石将军的意思 一个字 杀 玉石将军说的是 平通也认为 早日将他除去 以免出心头大患 秦将军 无缘无故将他杀害 的确难向天下人交代 更何况殿下 身微正龙 天下英雄志士 无不情来投奔 倘若传扬出去 不但显得殿下不能容人 更难扶重 反倒不美 不错 就算不为了虚名 那张仲监令人一见头缘 不忍加害 更何况 我曾亲口承诺 在我太原境内 必保他之安慰 倘若银儿无信 岂是我所当为 还请诸位另谋他策 总而言之 既不能伤他性命 又必须展示我方实力 令其不敢妄动 这才是上上之策 我都会以赶远的 听说我听说我 殿下 既然不肯杀他 平通道与一侧可用 平先生且说来听听 殿下打算何时封李靖为将军一职 原定明日演武场上当众封将 如此甚好 殿下何不起那张仲坚前来观礼 嗯 以他跟李靖之关系 也该是座上之兵 如此一来 殿下所望可一一达成 演武场上可尽力显示我军之军容 好令人望而生畏 张仲坚也未必会怕 那也无妨 至少可以显示我军之壮大 实力之坚强 或可受警示之用 嗯 然后呢 可预先安排将士教计 以为助兴 这原本也是军中常用之法 这不同之处就要靠御迟将军了 我正等着着急呢 御迟将军 你可在适当的时候向张仲坚投一下比武战典 他如果接受 你必须以十分的力量把他打败 这可屈人之兵 放心吧 交给我了 倘若他不肯接受挑战 倘若在军中有此情景会如何呀 哈哈哈哈 当然 会惹得全军将士齿笑 使他为胆小懦弱 那就更好了 以他的身份 遭此羞辱 自然是无言留此 快快离去 岂不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吗 如若真的能如此 也就无需把张仲坚 作为我们的竞争对象 殿下也就不必担心 有朝一日 张仲坚会成为殿下的战场之敌了 这 殿下放心 此计必成 我是不忍心伤他太重 如此英雄人物 他若因此而威名扫地 岂不是可惜吗 平先生 殿下 手下留点情面 万物太过 殿下放心 原来明日便是李公子容生将军之日 在下先向李公子祝贺 多谢庄主 李公子此番以先锋之指 随秦王殿下出征 立下战功无数 尤其值得敬佩 那是秦王殿下领兵有放 李进只不过是恰逢其会而已 林阵率先冲锋 获胜毫不拘功 李公子这份心胸气度 在下佩服 庄主过誉了 李进自从与庄主结识以来 承蒙庄主多方提醒 如今才能异常夙愿 明日这封将之礼 庄主一定要力临才好 那是当然 以你我交情而言 在下岂有缺席之礼 更何况秦王殿下 得李公子如此良将 在下也理当前往一鹤才是 能得庄主首肯 李进感激不尽 你我之间何必客套呢 只不过观礼之事 竟然有劳秦王殿下亲自致函 李公子则是登门送帖 在下实在愧不敢当 秦王殿下有意结交 庄主又何须太迁呢 只怕是 宴无好宴 惠无好惠 林总管 此言何解 非是林丞儒太过小心 只是担心庄主此去安慰 林总管 秦王一片好意 岂可曲解呢 庄主一向光明磊落 自然不宜有他 然而属下却有担心之礼 林总管 你最好是颜知成礼 否则李静脸上也不好看 李公子 你可知道 昨日秦王曾经来过钱庄 拜访庄主 李静确有耳闻 那么李公子可知道 秦王与庄主谈些什么吗 这 这 李静就不得而知了 这也难怪李公子 会认为老朽太过多虑 倘若李公子知道谈话内容 或许 看法会有不同 愿闻其想 庄主 好吧 你就说给李公子听明白 是 当时 秦王与庄主 谈起天下大事 那屏东与秦王 在言谈话语之中 竟是已将庄主 视作角逐天下的对手 竟有此事 可是秦王并不知道 庄主的真实身份 大唐拥有中原半壁江山 又怎么会不派人 对庄主多做了解 难道说他们已知道 庄主是新楼国之主 那倒不是 只是隐约暗示 庄主堪称是 一争天下的对手 李公子 不妨想想 倘若庄主亲临李府 在众将官兵围绕之下 一旦秦王翻脸 要对庄主不利 岂不是危险至极 这 故而 老朽以为 即使秦王喊妖 想必 其中有诈 那倒未必 庄主 秦王殿下何等气度 能够趁此时机不利于我 倘若如此疑心重重 岂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父吗 庄主 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万一 秦王真要不利于我 岂不显得他难成大器 而李公子也投笑非人了吗 倘若 借此番应邀前往官礼之便 试出秦王究竟是否真为民主 哪怕是有安全之余 也是值得 庄主不惜几身安危 为李静试炼投奔是否得人 这份官爱之情 李静感激不尽 不过李静对秦王殿下却是深信不疑 倘若真有对庄主不利之事 李静将不惜粉身碎骨 也要保得庄主毫发无损 好 林总管 有李公子这句话 难道你还有什么顾虑不成 不过庄主 老臣以为 好了 不必再说了 李公子既然以做如此表白 哪怕是龙坛虎穴 我张仲坚也要闯上一闯 李公子 庄主 明日官礼之约 在下准时到场